假设有A点B点C点三个点 是求呢AB向量在AC向量上的正摄影 然后还有它的正摄影长 那我们就先来讲观念正摄影 来AB在AC上的正摄影 那如果你记得公式当然就是直接把公式塞进去就好 但是如果你不记得公式呢考试的时候难免会紧张 那你就这时候如果有想到我的话 你就可以想到我说的这个土法练钢的方式 那或许你时间够多的话你还可以就你这一题的分数 OK吗 好来AB向量在AC向量的正摄影 正摄影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头上有一个太阳照下来 从头顶照下来对下来的这个影子的长度就叫正摄影 好那这边本身本人我是AB向量 所以我照下去的影子是不是就在这里 就是这一段 好那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影子有多长 然后呢正摄影呢它就是一个向量 所以就是我的长度乘上这一个向量 好这个向量这个方向的向量的单位向量 听得懂吗 如果我的地上的这个向量是11 那我就把它再去乘上我这个11这个向量的单位向量 所以它的大大致上的架构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影子有多长 就是三角函数啊 AB的长度去乘上cosc AB的长度去乘上cosc 好所以呢你看哦 AB的长度去乘上cosc 然后呢这个就变成我的影子长 然后接着我再去乘上我的单位向量 C的单位向量 好那单位向量怎么求 向量去除以向量的长度 可以吗这个前面应该有讲过 好那这边呢 我好像把它讲的有点太复杂 应该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都有解释过它怎么来的 好然后呢这个cosc呢 我们又可以利用内积 AB跟AC的内积就会等于长长cosc 所以我的cosc是不是就等于长长分支 ABAC的内积 好然后把这个cos呢带进来这里 好然后呢你去把它 乘一乘整理整理 你就可以得到正摄影的公式 可以吗 好好那道理解释完了 来我们来塞进来 这个板差还真难差 OK好来正摄影的公式是什么呢 AB在AC上的正摄影 所以ABAC内积 除以 AC长的平方 再乘上AC相量 好所以 这个上面这个内积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cos来的 然后这个AC的长度 你分一个给外面 这是不是就是单位相量 好所以其实它 大致上是长这样 好来那我们来看 AC相量 嗯好刚都没有算 现在来算一下吧 AB相量 来B减A 所以负2负4 然后呢AC相量呢 C去减A 所以1 2 OK好那内积就顺便算一下吗 负2乘以1 所以是负2 负4乘以2等于负8 所以是负10 好那再来AC长度平方 来AC在这里 长度呢 1的平方加2的平方开根号 所以是5开根号 那我这边有平方嘛 所以就是 根号我的平方 所以就是5 来再来乘上AC相量是12 好这里是负2乘上去的话就变成负2 负4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真摄影 好那第二小题它要求真摄影长 所以呢正摄影长就是这里 负2的平方 加上负4的平方 开根号 所以4加16 20 根号20 可以参成4跟5 所以把2提出来 把4提出来 所以就变成2 根号5 爆发 小语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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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